嗯哈 嗯哈 嗯哈哈 其拉市 哈台味 保麗市 哈日味 必殺哈 哈道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olly 我是安琪啦 今天我們要來開 我的是台灣代表 中破塞三杯雞 我的是日本代表 京都宇治金石 哇 你看它的肌肉超大塊的 欸 三杯雞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九層塔 上面看得到滿滿的九層塔 三杯雞還有另外兩個重點就是 蒜跟薑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這個披薩有沒有符合中破塞的水準了 哇 宇治金石抹茶 上面有滿滿的紅豆 大概有幾百顆 還有好幾顆大的白玉麻糬 最特別的是喔 它會用抹茶這樣幫你做成 齊盤式的樣子 是不是很可口 So special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啦 就是三杯雞 就是三杯雞 這很好吃耶 對啊 我覺得這個新口味非常成功耶 這個在他們現有的產品中 已經可以名列前茅了 它的肉真的很嫩耶 一點都不柴 油肥剛剛好 而且它的餅皮呢是鬆厚餅皮 就是一般我們吃披薩最基本的餅皮 然後因為是限定口味 上面就不能換餅皮囉 不過我覺得這樣搭起來 是非常恰恰好的 Wonderful Woo 5分的話要給示範 接下來要來試抹茶口味囉 燈燈燈 最期待 最期待但也最怕受傷害 可是甜的披薩通常容易出的喔 它的餅皮特有嚼勁耶 但我覺得很好吃耶 是好吃的啊 因為它不會死甜 而且有一點點苦味 所以我很喜歡這樣的搭配 就是很有韌性 這樣 這個這樣的感覺 這個叫做舊金山餅皮 那我要吃白玉囉 你剛剛吃到了嗎 你看還沒 它也沒辦法分歇 不好意思 白玉碼其實是好吃的耶 然後再吃這邊的 鱼頭一顆 白玉很Q耶 超級Q 而且咬下去 你那個抹茶會這樣 在你的嘴裡全部散發出來 喜歡抹茶的朋友一定要點這個 之前有看到珍珠奶茶的披薩 聽說它的評價並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這次其實在購買這個的時候 有點害怕 這真的是顛覆甜品披薩的想像耶 其實一開始我看到它的賣相 沒有覺得特別有好感 不過吃下去我覺得 完全的就是擄獲我的心 越南想要的東西一旦征服了你 就特別的喜歡它 抹茶你會給幾分 4分 我個人的話會比較喜歡抹茶這個口味 我喜歡三杯雞耶 你喜歡三杯雞 我喜歡三杯雞啊 它的味道 我就是喜歡吃雞 好啦反正一鹹一甜 大家都買來吃吃看啦 兩款新品推薦給大家 喜歡我們的影片要記得 訂閱我們 按讚 分享以及開啟訂閱小鈴鐺 最後 IG Facebook也請記得追蹤哦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你真的會笑啊 不行啦 妳為什麼都可以不笑 妳好厲害 妳為什麼好笑啊 妳就等我知道 啊妳就幾次之後我就不會笑 妳不要再停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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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其拉是哈台味 什麼事啊